眼前的这个男子表白当天 却发现一期长大的青梅竹马变成了怪兽模样 危机关头意外激活系统 并发现了这个充满迷雾 难以理解的新世界 趁高阳不在 我们拿他手机直接给李薇薇表白吧 这小子肯定暗恋人家 一直不开口 我都急坏了 再过两个月高考了 以后各奔东西就没机会了 王子凯 你在干什么 高阳心情复杂 他心想 我不是跟你解释了 这是王子凯发的整股信息吗 你怎么把那条信息无视了呀 不好意思 来晚了 没事 我跟青龄先逛了一圈 刚在书店买了些教辅材料 也给你买了两本 青龄 一起吗 不了 你俩玩得开心 喂 你是不是后悔了 啊 后悔什么 后悔跟我告白了呀 喂 其实 其实那段话 高阳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一整天都心不在焉的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 我昨晚被一个精神病人抓了 你知道吧 听说了 幸亏警察把那人击毙 你才没受伤 我还怪担心你的 不是的 其实他当时根本没打算伤害我 而是一直在说 快跑 怪物 到处都是怪物 联想到五岁那年爷爷的死 我隐约感到 这个世界很古怪 算了 别说了 我们快点回家吧 李薇薇 你不相信我吗 这是除了你 我不知道还能跟谁说 我信你 那你当时不是偷偷往房间里 看了一眼吗 你看到了什么 其实我看到了一只手 手 嗯 准确说是手臂 有正常人的大腿那么粗 上面长满灰青色的鳞片 那些鳞片 还可以如动翻滚 总之怪恶心的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绝不可能是人类的手 羔羊 你说的手 是这种吗 李薇薇 你 羔羊 谢谢你 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觉醒者 我永远 永远不会忘记你 这就是人类吗 人类的鲜血 人类的味道 系统激活 使用者信息载入中 载入完毕 姓名 羔羊 年龄 18岁 性别 男 种族 人类 状态 觉醒 天赋 幸运 序列号 199 符文种类 神技 你是系统还是外观 不管了 我要使用天赋 幸运为被动天赋 无法使用 访问结束 系统隐藏 那你有什么用啊 我要死了 快救我呀 谁来救救我 这是魔术 魔法 还是异能 什么都别问 立刻回家 附近的监控我已经破坏 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跟你没关系 高阳关上门 稍微平复的下心情 恐惧和震惊替代了悲伤 高阳只觉得今晚发生的一切都极其不真实 李薇薇 她的轻微竹马 两人朝夕相处了十几年 他们相互信任 无话不谈 可忽然间 她就变成了痴人的怪物 可真是这样吗 为什么那个要杀掉自己的李薇薇 还是说着李薇薇的话 好像她就是李薇薇本人 那不过是她的第二人格 太多搞不明白的地方了 进入系统 恭喜 你已经成功存活三小时 这有什么好恭喜的 我刚差点死了 你可以获得三个幸运点 为什么 天赋 幸运 序列号 一百九十九 符文类型 神迹 作用 天赋拥有者 每多存活六十分钟 就能多获得一个幸运点 原来如此 幸运点有什么用 你可以用幸运点 来永久提升任意属性质 你 我问 你答 好 喜欢男人还是女人 你 女人 行 来吧 来 来什么 还能有什么 别装蠢 等一下 怎么 如果我有罪 法律会制裁我 你别这样折磨我 戒备心挺强 这难道不是正常人的反应 三小时前 自己差点被最信任的青梅竹马 给捏爆脑袋 现在一个完全不熟的美女 又忽然投怀送爆 完全有理由怀疑 对方是想把她虐杀 你要实在讨厌我 可以带入其他人的脸 还是不 要不我们还先从朋友做起 行了 你刚才 是不是想杀了我 这取决于你 什么意思 我要抵抗不住诱惑 对你动了邪念 你就杀我 所以 这是一个考验 我通过考验 取得你的信任 全错 你要没反应 才杀你 为什么 兽没有真正的生殖系统 搞半天 你再确认我的身份 你今天遇到的是称兽 称兽 兽有很多种 称兽是其中一种 总之 她们都很狡猾 善于伪装 以假乱真 想在这个世界活下去 就别相信任何人 那我怎么相信你是人 不错 学得很快 想确认女性 是不是受惠麻烦很多 得真做 嗯 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你 受究竟是什么 她们为什么要杀人 现在自己是什么处境 你的天赋是什么 看上去比自己厉害很多 自己要如何才能变强 哥哥 你在跟谁说话呢 第二天醒来 高阳来到学校 教室里 李微微的座位空的 高阳的胸口空荡荡的 他想到这十二年来 跟李微微的点点滴滴 一起上下学 一起吃饭 一起做作业 有几次大年夜 还一起放烟花 第一次见他笑 见他哭 见他生气 这熟悉美好的一切 都被昨晚的那只兽 撕碎了 高阳无法接受 高阳一晚都没怎么睡 他有太多的问题 要问清零 同学们 上课之前 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 班上的李微微同学 昨天晚上遇害了 全班一条话 什么 高阳一愣 什么情况 在演 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清零跟李微微 几乎每天待在一块 关系那么好 这个反应实属正常 这也提醒了高阳 作为青梅竹马 他的反应太不正常了 高阳赶紧站起来 不可能 我昨天下午还见过他 同学们 李微微的事 老师也很难过 很愤怒 警察已经在全力搜捕 一定会把凶手绳之以法 想跟李微微一体告别的同学 今晚可以跟老师一起去殡仪馆 现在 让我们收拾好心情 继续上课 清零 高阳 你们两个去一下我办公室 有事吗 老师 警察过来了 你俩配合他们回答几个问题就行 我们先对一下口风 什么口风 李微微的事 你果然知道什么 人是不是你杀的 高阳蒙了 这又是哪一处 演戏还演上瘾了吗 都什么时候了 你别演了 谁跟你演戏了 你果然很可疑 你昨晚为什么没送李微微回家 为什么李微微会遇害 我看八成跟你脱不了干系 不是 这跟说好的不一样 这个清零 搞什么名堂 说话呀 你不是一直想追李微微吗 李微微不喜欢你 没答应你 所以你怀恨在心 把他杀了对不对 高阳的大脑 飞速思考 现在只有两种可能 一 眼前的清零并不是昨晚的清零 这种可能性极低 二 清零还在演戏 他决定卖掉我自保 昨天他就说过 不要相信任何人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别装了 我会让警察好好调查你 如果人是你杀的 我绝不会放过你 别紧张 这没别人 我就随便问几个问题 死者李微微跟你是什么关系 我们幼儿园就认识了 关系一直很好 算青梅竹马 昨天下午 你一直跟李微微在一起吗 嗯 我们在十七商城看电影 吃饭 玩到挺晚的 深夜才回家 你跟李微微分开的时候是几点 好像快十一点了吧 那么晚了 你不送他回家吗 顺路送了一段 最后一段路 他说不用送了 我就没送了 黄警官 你可以看监控吧 监控可以证明 实不相瞒 你们分开那条路的监控 正好坏了 怎么会 预谋作案的可能性很大 可能是熟人作案 不过只是初步推测 目前没什么头绪 毕竟兄弟 目击者这些都没有 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李微微平时有没有关系不好的同学 或者得罪过谁 他人很好 班里同学都很喜欢他 我想不出他有什么仇价 那么嫉妒他的人呢 或者其他的 没印象 那行 今天先到这 节哀顺便 警察有问你什么话吗 没什么 全告诉我 你怎么不继续演了 演什么 刚刚那些 你不是演得很好吗 你见过他了 什么意思 我的另一个人格 高杨吃了已经 随即明白过来 你是说 你有双重人格 是 想在这个世界活下去 不骗自己不行 久而久之 我就有了次人格 她是我的妹妹 叫清零 绝大部分时候 是我 有时候她也会不听话 自己跑出来 李微微的死 清零受了不小刺激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你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了 给我一个相信你的理由 理由 我要杀你 比李微微杀你更简单 这理由够吗 够了 高杨简单把跟黄警官的对话附属一遍 清零听完 陷入深思 你还算机灵 没露出什么马脚 一个警察而已 能露出什么马脚 看来你还不清楚自己的处境 你知道这座城市有多少兽吗 多少 比例是万分之一 一万个人里就有一个兽 确实很高了 不 是一万个兽中才有一个人 什么 你在开玩笑 没有 这不可能 高杨难以置信 只觉得头皮发麻 这也太荒谬了 这就是事实 现在明白自己的处境了吗 我们学校能有我和你两个人类 已经算是小概率事件了 至于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的邻居 你这辈子接触到的99.99%的人 不出意外全是兽 各种各样的兽 实话告诉你吧 你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第三个人类 前两个人类比我强 但他们都死了 不可能 如果我身边都是兽 我早死了 因为你在这之前从未察觉他们的存在 受不会伤害未觉醒的人类 他们只杀觉醒者 也就是我们这种人 为什么 我也不清楚 他们似乎有着一套自己的规则 我掌握的信息也很有限 你们在聊什么 确定要动手吗 你要自己把握 不能只靠运气 他来了 快去 黄警官 高阳 这么完了 你怎么在这 李薇薇的事 我忽然想起一点信 想告诉你 好啊 快跟我说 你不是称兽 你怎么知道的 如果你是称兽 最后一秒会选择用双臂来抵挡我的进攻 他们对自己的身体很自信 这是本能反应 人类不一样 会选择用自认为坚固的东西抵挡 没错 我也是觉醒者 我们害怕你是称兽 已经对我们起疑 所以想着先下手 这点我答应了 你差点死在你两手上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觉醒者 只是没想到你女朋友也是 不是女朋友 还记得那天我杀死的精神病人吗 记得 怎么可能忘记 要不是他 也不会有现在这些造型事了 他也是觉醒者 但他彻底暴露了 与其被趁受折磨死 不如送他一程 那兄弟的天赋是 嗅觉 序列号175 他可以分辨兽的气味 因此整日活在恐惧中 最终精神崩溃 天赋 每个觉醒者 天赋都不一样吗 当然 我的天赋是 枪神 序列号41 精通枪械 百发百中 开枪速度极快 那我的天赋是什么 你一直深藏狐漏 我又没有侦查天赋 怎么会知道 哦 你女朋友的天赋 应该是金属 序列号20 可以控制任何基础元素 不是女朋友 除此之外 他应该还拥有天赋 刀神 序列号三杀 就他那一手 倒法和破坏力 绝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天赋还可以有几种吗 人类一旦举行 就会立刻拥有一种天赋 后天还能猜拟 不过领悟的方法和规律 我至今没搞明白 天赋这些 你怎么会知道这么相信 我比你们活得久 又是警察 而且我曾经献过 完整的天赋序列表 一共有多少个天赋 一共有139个序列号 理论上数字越小 天赋越强 我序列号199 变底啊 难怪毫无存在 还信任 信任你的仙人版本 序列表给我 连你们也不是不行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们得先答应 帮我办件事 放心 这是绝对不难 保证没有生命危险 你们已经知道万分之一的比例 应该清楚自己的处境有多糟 想在这个迷雾世界活下去 除了拥有强大的天赋 还需要尽可能多的账户规则 成交 高阳脱口而出谱 想法很简单 既然对方都说到这份上了 先答应再说 万一不成再反悔 不是聪明人 明天下班自习 拆开第一张纸条 完成一件事 再拆第二张 完成两件事 再看第三张 不必遵守 高阳六岁穿越到这个平行世界 过着正常人的生活 却在十八岁表白 当天发现青梅竹马变成了怪兽模样 从此成为了一名觉醒者 但这个世界人 受比例仅为万分之 好啊 为了生存佳缺 答应黄警官的行情 为了完成三张纸条的任务 来活去觉醒者的天赋力量 你怎么知道的 找到了 应该是这东西 是否对陌生物品进行观测 耗费一个幸运点 观测 M82A1型半自动反器材步枪 12.7毫米弹药 弹侠容量十发 有效射程1800米 枪身重量14千克 看来要杀人了 即便对于黄警官来说 这种狙击枪也不可能短时间内搞到 看来他筹备已久 一直藏在这 等待机会 快看看第二张纸条 开房 一个人 两个 我去 兄弟 今晚大补啊 五楼 窗口朝南的房间 还有吗 我找找 啊 巧了 还剩最后一件 行 就这件 高阳 你俩怎么在这 你们要开房 我去 我去 高阳 你的青梅竹马里薇薇 才死几天 头七都没过 你这好吗 这合适吗 秦寿啊你 不是 青龄 你不是百合吗 你怎么跟男人搞伤了 高阳这小子拿好了 你考虑一下哥 哥有钱 长得帅 还浪漫 我哪一点不如高阳了 你没脑子 王子凯当场裂开 他虽然满嘴婚段子 实际上还是个母胎单身 但他从没怀疑过 自己的好兄弟高阳也是母胎单身 虽然他老喜欢撮合 他跟李薇薇 但他从不觉得高阳会真的脱单 现在倒好了 高阳不仅结束了单身 今晚看样子还要结束童真 喂 他们开的哪间房 不好意思 这是客人的隐私 你再逼逼一句 我立马让你的隐私部位消失 懂 501 501 给我开一间房 601 试试 马上开 你很孤独吗 那你为什么要跟白痴交朋友 这个一言难尽 说点正事 我有个疑问 黄警官已经结婚了吧 应该是 那按照万分之一的比例 那他的老婆大概率是瘦吧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 瘦没有生殖系统 那他们之间只要一行房 不就出问题了吗 瘦不是没有生殖系统 是没有真正的人类生殖系统 但他们可以模仿 两者有细微的差异 哦 六点快到了 高阳看着纸条 陷入思考 我身边的女人就说明 一位黄警官也会出现 目标一定就是他的同事 朋友或者家属 黄警官非但不自己杀他 还要跟他在一起 进入监控范围 应该是想制造最完美的在场证据 借刀杀人 洗清自己的嫌疑 看来此事不简单 目标出现 他老婆 他老婆可能察觉到 他的觉醒者身份 至少对他的身份起疑了 黄警官决定除掉他 以防万一 所以想借我们的手 我来吧 目标没动 三二一 王子凯 一分钟前 王子凯心生一计 决定从六楼的窗户翻下去 抓现场 谁曾想刚移下来 他只觉得肺部一阵剧痛 两眼一抹黑 出血量很大 找东西压住 怎么办 真没料到这个白痴会出来 计划全乱套了 小姐姐 快让我进来 房间里的事我都知道了 我也是觉醒者 咱借一步说话 韩英俊 大家都叫他胖俊 四年前成为了觉醒者 天赋治疗 蓄力号 四十五 北亏这小子是直兽 要是个人 我真就不活了 你怎么知道房间里发生的事 嘿嘿 其实我在房里装了摄像头和窃听 杀 小姐姐饶命 先听我解释 给你十秒 你们难道不好奇这些兽 私下是什么状态吗 你在观察兽 是的 自从觉醒后 我真的三观乍链 震撼我七妈 这些兽真的是24小时都在扮演人类 谁啊 打扫卫生 打扫卫生 501不是显示退房了吗 没有啊 你搞错了吧 搞错了 我看一下呀 没事 是何怡 我请他清洁工 他脑子不好使 哦 不好意思 是401 看错了 呵呵呵 闪开 小心 你不是说这层只剩一个房间吗 嘿嘿 骗你们的 最近生意差的不行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亲哥 他就是我亲嫂 哥 我有个问题 你刚是怎么发现 何一谱对劲的 声音 如果来打扫卫生 会有一辆推车吧 我让他走时 一直没听到推车的滚轮声 厉害呀 脑子转得真快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废话 我兄弟那还用说 脑瓜聪明着 你 什么时候醒的 刚刚啊 刚刚是什么时候 几分钟前吧 你都看见了 看见了 卧槽 我醒的时候就看到你们再打来打去 牛逼啊 还以为在做梦呢 只见清灵被他一扇 呼的一下飞出去 玻璃碎了一地 哇 好家伙 我直接好家伙 我这才知道自己没做梦 直接吓傻了好吗 赶紧躺地上装死 这阿姨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够猛的呀 刚才明明变成了蜥蜴人 怎么现在一死 又变回了人形啊 还有 你们三个究竟是什么人啊 外占警 你们会异能吗 简直小母牛坐飞机 牛逼上天了呀 王子凯 怎么了 大哥 大嫂 不能再留他了 动手吧 我不是大嫂 我现在很累 这白痴你们 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白痴 你是说我吗 不是 我们是指这个蜥蜴怪 我去 还真是蜥蜴怪 王子凯 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很重要 你给我认真听好了 你是说 我的身体小时候被改造过 所以非常特殊 现在这些蜥蜴怪是想来杀我 没错 我们都是新人类 为了抵抗蜥蜴人 身体都多多少少被改造过 不过你最特殊 你是万里挑一的战士 是天命少年 最终只有你可以对抗蜥蜴人的boss 信息量太大 我先捋捋 王子凯 我跟清灵其实一直负责在暗中保护你 我最近疏远你 是因为我的身份暴露了 我不想牵连你 刚你也看到了 这个人 蜥蜴人差点把我们都杀了 真的吗 千真万确 好兄弟 我就知道 你不会抛下我 实不相瞒 开拳那天 我第一眼在人群中看到你 我就觉得你特别顺眼 我这人 从小到大看谁都不顺眼 看我爸妈都不顺眼 但我就觉得你顺眼 没想到啊 没想到你隐藏的这么深 脑子蠢 居然能保命 出了点意外 任务失败 看现场就知道了 很惨烈啊 让我猜猜 他长得像蜥蜴 对 他是什么兽 也是蜻兽 就我所知 蜻兽分三种 杀伐者 吞噬者 号角者 你们遇到的应该是杀伐者 战力很强 不过 这只退化的厉害 要遇到满状态的 我现在就该给你们收尸了 不过真兽中最可怕的 其实是号角者 你们要遇到 必死无疑 号角者很强吗 不强 但他会用他的特殊声带 第一时间通知 半径一公里内的所有兽 黄警官 你好 我是你们的新同伴 看出来了 这位精神小伙子 他也是同伴 确认安全 安全 行 你们三个把自己收拾好 立刻离开 照常去上学 走 上车 去哪儿啊 黄警官 去面试 啊 你愿意带我们去十二生肖吗 是的 我一个人能力有限 咱们三个抱团 通过面试的概率会大点 而且 我还要感谢你们上次任务失败了 不然我真的这辈子都备受煎熬 怎么了 昨晚我才知道我误会我老婆了 她看起来不对劲 不是因为对我起疑 而是她怀孕了 怀孕 不是受 没有真正的生殖系统吗 是啊 我也一直这么认为 而且 我老婆一直想要个孩子 我们自然也没有避孕 那现在怎么办 你有什么打算 我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你疯了 她是瘦啊 我知道 但那也确实是我的老婆 我的孩子 随便你 别连累我就行 高阳此刻没有说话 她内心是知识黄警官的 而且她隐约有一种直觉 孩子的出生 可能会带出这个世界更多的秘密 但也可能会把他们卷入更危险的境地 您好 面试 我来介绍下 这位就是我们今晚的面试官 十二生肖 电鼠 嗯 叫我电鼠就行 这两位是我新结识的同伴 高阳 清零 上次我挑战输了 这次我带同伴一起在家挑战 没问题吧 没问题 今晚输了 这个月可别再来烦我了 可以 这东西 我能拿走吗 这个不要就给我好吗 哦 可以 没问题 这么大年纪了 这么晚还在捡垃圾 不容易啊 张大爷 这么晚了 早点回去 哦 好嘞 你们三个谁先来 我先来吧 他摔倒了 张大爷 你不要紧吧 等一下 别过去 怎么了 快走 哦 哦 美女 小心点 你刚为什么不战斗 我有个屁的战斗力啊 那你这一身装备 看起来就很猛啊 我这一套机甲 谁穿看起来都猛 搞了半天比我还废了 这怎么混进组织的 还是说十二生肖 根本就不靠我 青灵 快帮忙 抓紧 进入系统 环境高度危险中 幸运点收益增幅至三百倍 别废话了 领悟新颠覆 快点 领悟中 领悟成功 天赋 复制 序列号十八 符文种类 知识 一级复制 好了好了 废出系统 把刀递给我 好险 是啊 刚刚的事 你最好解释清楚 对不起 我不敢摸你 谁管这种事 我是说你为什么会有刀神天赋 为什么一直隐藏实力 我没有隐藏啊 刚才未及关头 我忽然领悟出了新天赋 复制 他能短时间内复制别人的天赋 但必须跟对方有一秒的肢体接触 有这种天赋 有 我没记错的话 序列号应该是十八 领悟了很厉害的天赋 恭喜你啊 你就扯吧 我看你就是想趁机吃人家大美女的豆腐 呃 现在我们通过测试了吗 这种测试也太危险了 什么测试 别演了 刚才肯定是你准备给我们的测试吧 怎么可能 我神经病啊 我搞这种测试 我真不知道张大爷 为啥会忽然受化 还是这么恶心的玩意 我自己都快吓尿了好吗 我这的第一关测试很简单 就是跟我PK接机游戏 啊 欧阳现在十分怀疑 这个组织的靠谱程度 那后面的测试呢 这个你不用管 用不了几天 组织就会有人找上你们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测试内容了 先来打游戏吧 累了吧 累了可以休息会 我还好 清灵肯定是累了 刚才一番恶战 体力消耗很大 是啊 今天要不是他 我们恐怕凶多吉少 高阳微微偏头 看着清灵 睡着后的清灵 比平时放松很多 以前只觉得他漂亮 冷酷 强悍 此时此刻 高阳才感受到 他作为一个女孩的脆弱和柔软 喂 哥哥 你快过来 爸出车祸了 怎么回事 你爸昨晚应酬喝了酒 于是叫了代驾 结果代驾竟然疲劳驾驶 在一个十字路口 和另一辆小货车撞上了 没事的 没事的 一定会没事的 暂时脱离生命危险 不过情况并不乐观 该做的我们都做了 剩下的就看到自己了 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 能活下来就好 嗯 照不好的 妈 你和妹妹先回去吧 下午过来换我 哎 杨阳长大了 懂事了不少 好吗 谢谢 一天当中 我最喜欢这个时候 因为 早晨的阳光 让人充满希望 不是 因为我终于可以下班了 你今年多大 十八岁 十八岁啊 那不是马上要高考了 是啊 打算去拿上大学 还没想好 你是不是在怕我 怕你 为什么怕你 怕我是兽 别怕 想杀你的话 你已经死了 你是觉醒者还是兽 你说呢 我不知道 天赋红颜 序列号一百三十亿 我是靠温度变别人与兽的 总体来说 兽的体温要比人类高一点点 分布状况也有细微却规律的差别 所以 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个人 我叫百里 你好 百里先生 我叫高阳 你在觉醒没多久吧 你怎么知道 比起觉醒者 你似乎更害怕兽 不应该吗 兽有什么好怕的 你只要遵守规则 继续扮演无辜的高阳 就不会有任何危险 他们与其说在扮演人类 不如说是拥有人类和兽的两种人格和曲窍 只要你不去打开他们体内的开关 不激活兽的人格和曲窍 某种意义上 他们就是跟我们朝夕相处的同类 相比之下 人比兽恐怖多了 你是外科医生 每天都在做手术 绝大部分接触的都是兽吧 他们不会暴露吗 兽在不兽化的情况下 跟我们的身体没什么区别 无非就是新陈代谢 自愈能力 免疫力等方面都稍强一点 以及生殖系统的真实感逊色了一丁点 不过我也见到过一甲乱针的情况 要不是我有红眼 差点被骗过去 兽也是有生命周期的 跟人类差不多 有年期脆弱 成年期强壮 老年期衰败 由于兽一直兢兢业业的24小时扮演着人类 因此作为兽的能力是在不断衰减的 年纪越大的兽退化越严重 很多老年的兽 就算变回兽化状态 战斗力可能还不如一个成年人类 那我的家人 他们究竟是人还是兽 我不能告诉你 这违反规定 事实上 我今天跟你说话 就已经坏了规矩 还请你务必保密 你也是组织的人吗 组织 你一定要说的话 我的确属于某个组织 白里先生 我刚觉醒不久 我有很多问题想请教你 我听说兽没有真正的生殖系统 那兽是怎么来的 我们人类又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他们要将我们人类放在他们之中 又这么大费周章的陪 我们玩过家家的游戏 为什么只有当我们发现真相 才会流天作 为什么一到我们人类觉醒 身边的兽就会切换状态 想要杀死 还有 兽究竟有多少种 全是坏的吗 人跟兽 能生孩子吗 是只有我身边是这种情况 还是全世界都是这个情况 可怜的小伙子 真是别坏了 抱歉 很多问题我也不知道答案 知道答案的问题 也不能告诉你 这样 最后送你一句话 痴痴痰 臣臣 生死 解析人生不断 咋么咋 差不多了 我该下来 再见 话节上集 我从红眼白礼衣那里了解到 兽共有六大种类 吃兽 贪兽 称兽 妄兽 生兽 死兽 黄警官说过 称兽有三类 分别是杀法者 吞噬者 号角者 杀法者非常适血 见面就干 吞噬者喜欢玩弄折磨猎物 号角者则有着特殊圣袋 可以召唤半公里以内的兽 吃兽又称迷失者 似乎也有三种 第一种 无害 温和 是这个世界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这种兽似乎比较好辨认 第二种 以假乱真 靠经验和肉眼 无法分辨 第三种 就是王子凯了 他太奇葩了 没法分析 不好归类 假设每一种兽 都有三个类型 那么这个世界 至少有18种兽 觉醒之后 没有回头路了 必须赶快加入组织 找到靠山 掌握更多规则 否则 自己活多久 全看运气 高阳 累了吧 快回去休息 我来换你 好的 妈 那你照顾好吧 我休息会儿 晚上还得去学校 嗯 快去吧 高阳 听说你爸住院了 嗯 出车祸了 天啊 不要紧吧 已经度过生命危险 但情况 不是很好 医生说 今后可能要一直坐轮椅 不会的 叔叔一定会顺利康复的 前年我舅舅也出了车祸 医生说 他肯定会高位结痰 结果他非但没有瘫痪 一年后 竟然还能下床走路了 现在虽然还要主拐杖 但是行动没什么大问题 谢谢 或许是因为万思思的舅舅是兽 才能恢复过来 那是不是说明 如果自己的父亲是兽 大概率额恢复健康 自己怎么能希望 父亲是兽 还有事吗 啊 其实 我本来想问你 这周末下午有没有空 我过生日 不过算了 你好好照顾叔叔吧 好 高阳去 我也去 欢迎吗 当然欢迎啊 那么 周末下午两点半 乐宝迪 不见不散 你罢的是我听说了 为什么要去参加生日聚会 你最近跟小思走得很近 小思对你也比之前更主动 我得好好观察下 他是不是在怀疑你 你想多了 李薇薇的事 也是我想多了 哟 这不是高阳吗 可算来了 大伙都等着呢 小思 生日快乐呀 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 买了份甜点 谢谢 我去点歌 高阳随便坐呀 高阳 过来 高阳 就你一个人迟到了 也不给大伙表示一下 就是唱首歌呗 哼 我就说万思思 今天怎么心不在焉的 原来是在等你 老子看上的人 你也感动 今天就让你出球 喂 来一手啊 别扫大家的心 好啊 哼 欺负到我头上了 今天就给你来点狠的 进入系统 你最新获得一个幸运点 总计剩余26个幸运点 什么属性 可以让唱歌好听 魅力 对声音领域的天赋 有加持作用 你目前没有此类天赋 不建议加点 26点全加 一加 系统关闭 歌神怎么还不唱啊 大伙都等着呢 我会把你追的我 把他都全吹掉 我会追的 我会追的 冲动是魔鬼啊 为了这一点小俱容 居然浪费了宝贵的26个幸运点 唱得还行 过奖 你刚要跟我说什么事 我今天 高阳 你给我过来 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 交给我 速度解决 有事 来玩筛子 敢不敢 服务员 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 给我把你们那个什么空特调弄上来 太空迷幻特条 您要几打 先来武打 这个 太空迷幻度数有点高 您这边 我感觉两打就够 你什么意思 怕老子没钱啊 牛轩 高阳 你们要喝酒 去别的地方喝 今天是万思思生日 不是你们的主场 别在这里闹 哦 好 不准走 牛轩 你能不能正常点 闭嘴巴死巴婆 老子今天就是要在这喝 你 你 我不玩了 你找别人玩吧 你他妈敢不玩试试 我去上个厕所 高阳 李维维死了 你想换个人可以理解 但你不都跟清零好上了吗 你跑来参加万思思的生日聚会 是几个意思 他邀请我来的 那你不会拒绝吗 我看你是想连万思思 也一起泡吧 你小子胃口好啊 你吃得消吗你 跟你比差远了 你找死 你好 十二生肖 白兔 十二生肖 你们见过电鼠了吧 你是组织的人 太好了 是 你手里有武器吧 测试二 杀了这只迷失者 你找死 杀了他 为什么 一个迷失者而已 杀了他就能通过第二场测试 可是 还犹豫什么 让我来 等一下 精灵仙 怎么 不想加入我们十二生肖了 不是 我只是不明白 为什么要杀他 他又没有受换 我们组织需要杀法果断 立场坚定的觉醒者 而不是对受产生怜悯之心的人 我拒绝 什么 那你小子出局了 你呢 我 我也拒绝 好吧 那真是可惜了 我能问一下 你们为什么不愿意杀迷失者吗 不是吧 没赌对 难道是我想说了 因为秩序 秩序 我认为 这世界自有他运转的秩序 胡乱杀戮迷失者 会破坏秩序 居然跟我们队长说过的话 这么相似 好了 考核通过 嘿嘿 读对了 十二生肖 规矩只有三条 一 绝不主动杀人类 二 绝不主动杀迷失者 三 绝不准搞办公室恋情 违反者 永久逐出组织 我们已经加入组织了吗 别急 你们现在算是试用期 想要转正 还有最后一场测试 找到这把钥匙的门 就这样 就这样 哦 对了 给你们点提示 范围在山清区 当心点 别死了 喂 高阳 怎么了 黄警官 高阳把这边发生的事 一五一十的和黄警官说了一遍 得知黄警官那边 也遇到了相似的测试 但他也顺利通过了靠河 好 放心吧 我们的事交用 兄弟 想我埋 我跟你说 我最近的修炼又有突破了 一会到没人的地方 各给你露两手 绝对小母牛进家门 牛逼到家了 不是他俩 为什么也在 我们不是要去测试吗 测试也没规定不准叫帮手 店主偷偷找过我 让我多带点人 他说 这次可不是闹着玩的 搞不好 要死人 白兔也这么说了 看来这次的测试是真凶险 也不知道要面对的是什么 王子凯和胖俊 虽然都是不安定民俗 但一个有战斗力 一个是奶妈 总体而言 带上他们力大于弊 对了 黄警官 你是怎么找到这把钥匙的门的 从款式上来看 应该是以前老宅室的门钥匙 山清区还有这种宅室的地方不多 一处是房子不行街 不过那里 虽然都是房老宅建筑 但门锁都改用现代锁了 还有一个荷花下 老宅也多 不过去年全拆迁了 想来想去 那就只有一处地方了 难道是 古家村 古家村 三十年前发生一起灭门惨案 一家五口人也惨了 尸体被分成灰 出现在村里更是角落 拖案了吗 没 当年是我师父负责调查的 案发不到半个月 整个古家村五十三号人 全消失了 消失 对 人间蒸发 当年就差没把古家村绝地三尺 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后来一直到他退休 也没能拖案 成了血案一桩 听到这里 众人纷纷沉默 树林间的光剑也变得昏暗 阵阵冷风吹着 树叶速速走向 气氛周然间变得阴森 五人沿着小路来到村口 天彻底黑了 四下只有阴朗的风声 细微的冲鸣 和一些说不上的怪声响 黄警官拿出手电筒 照亮缴起一块裂盖的石碑 上面的骨子也跟着开裂 十分诡异 到了 就是这 等 等一下 你们都不害怕吗 这里感觉好渗人啊 都到这一步了 硬着头皮也得上 不然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 有那么害怕吗 黄警官 这里真的有点邪门 我以前找算明先生算过 他说 我的体质容易招惹不干净的东西 让我少去阴气重的地方 我看这里就阴侧侧的 让人很不舒服 我是无神论者 你爬就自己回去吧 快走吧 你们等等我呀 应该就是这 古诗宗词 对 这是村里唯一的祀堂 这把钥匙的门 很大概率就是这里 快试试看 黄警官走到黑色大门前 抓起门上十四门环 轻轻破坏的走下 大门发出苍老忧深的声响 在漆黑中挥荡 门也敲过了 可以进去了吧 你 你别问我呀 我怎么知道 黄警官将黄铜钥匙插入门锁 没错 就是这把锁对得上 他深吸一口气 有动通锁 只听到清脆的一声 钥匙断了 那快走吧 这也太不吉利了 现在怎么办 高阳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便打探起了四周 祠堂门前是两尊神态正宁的小石石 青色砖块气场的墙面 长满了潮湿的青苔 宅门上的黑色铁器玻璃 顶头悬着一块扁额 上面布满灰尘和纸柱房 从右至左 依稀可见 古诗宗词 四个翻题字 古华文 古华武 古荣杰 古长学 王子凯不知道什么时候 开始念起了墙上的字 别念了 夸别念了 你小心把冤魂照出来 瞧你这怂样 凯哥 这儿发生过灭门惨案了 鬼知道出了什么事 这些可都是冤魂了 你叫他们的名字 是要把他们招过来吗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想起以前看过的一部电影 好像叫什么乡村老师 还是山村教师 讲的一个厉鬼把全村都给涂了 行了 别说了 高阳喊住王子凯 再说下去 别说胖郡 高阳都要头皮发麻了 什么声音 黑色发丝 从院落中央的地底冲出 惨淡的阴光下 犹如湖底茂盛的海草一样 杂乱的湖海 充斥着整个此堂院子 一秒后 他们非常勇敢 狡猾 这些砖 他快成了 胖郡 朝着高阳绝望的伸出手 救命啊 可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 兄弟 别怕 王子凯 率先反应过来 瞬间爆发出惊人的弹飘力 一跃而起 死死地抓住胖郡 开机飞发 用力一拐 将两人重重地砸在墙上 随后又拉了回来 此时 高阳和黄警官也反应过来 但两人却向了傻子 勾举着手枪 迟迟微开 因为他两意识到 这似乎对西卢发丝的怪物 起不到任何作用 现在唯一能指望的就是清灵 只见他暗自发动刀身天赋 抽出长刀 俯身死机而动 刀光一时 成百上千根细碎的黑色发丝 在空中飘零 胖郡身上的发丝 开始大量脱落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得救时 更多的黑发忽然从地底冲出 清灵一惊 去看 还是白灭 被一缕发丝缠住 接着越来越多的发丝缠住清灵 他很快也成了一个人组 清灵 高阳太轻浪 但正如他所料 自干穿过黑色发丝 就像穿过水流 根本造不成任何伤害 黑人不在列弹 他同时抓地 将胖郡和青 拖向地底 狗羊跟黄警官立刻冲不去 死死抓住清灵和王子凯 一时间 两方的力量 似乎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还是他见 我们一起终架 生命检测中 状态 存活 提醒 你已进入未知领域 无法探索 幸运点收益增幅至两倍 系统关闭 清灵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其他人呢 不知道 我也刚醒 高阳环顾四周 大吃一惊 这不就是古家村吗 时间应该是中午 不对劲 难道自己还在做梦 干什么 我看看 是不是在做梦 羊内城里来的 全有人 怎么回事 你们是来吊丧的 高阳站了起来 含糊其次 去祠堂 我们村子的人都在拿大班子唱戏 好 谢谢 高阳顺着大意的话往下说 花子一家死得惨啊 活生生的五口人 一晚上的就给分尸了 我就住隔壁 也没听到什么动静 一早醒来 大伙都吓傻了 院子里 彩棚 树上 屋顶上 到处都是断手断脚 花子的脑袋就处在 哎 早孽啊 发现了吗 嗯 我们来的时候 这十倍是坏的 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高阳已经有了初步结论 这个谷家村 不是之前那个谷家村 你想说什么 就字面意思 这个谷家村 不是我们之前来过的谷家村 高阳舒展了一下身体 阳光正好 威风浮面 村落里看起来也宁静相和 但却给人一种极不真实的感觉 难道有两个谷家村 你可以开动一下想象力 比如什么里世界 表示界 时光倒流 回到三十年前的谷家村之类的 你脑子果然不正常 高阳 我就知道你不会轻易狗带 你们去哪了 我们都在了小树林里 黄警官说完 四下打量 很快就敏锐地发现 村口的那块石碑 他皱其眉 事情复杂了呀 高阳简单跟黄警官 说了一下自己的想法 黄警官认真听完 思考片刻 他做出决定 王子凯 胖俊 你俩带清灵换一个方向试试 高阳 你跟我来小树林 我带你见个东西 好 高阳不清楚 黄警官葫芦里埋的什么药 跟上他 到了 怎么了 你往前走 试试看 高阳往前走 并且产生了种奇怪的感受 四中的空气变得质重 脚下的重力也变得拐异 他继续向前 可无论他怎么走 前方的树林都只是在接近 却永远不能抵达 你 我发誓 我一步也没动 那在你看来 我有移动吗 你的确有移动 带着 怎么说呢 在我看来 你明明在往前走 可是一晃神 你好像又没有走 为什么会这样 不知道 要不知胖郡大吵大闹着 要离开这 我们都不会发现 这个魔法姐姐 几分钟后 黄警官跟高阳 回到谷家村的村口 不一会 王子凯带着胖郡和青林 从村子西边回来 情况如何 出不去 靠 简直了 王子凯一脸兴致勃勃 丝毫看不出紧张和害怕 除了村子遇到一条河 无论怎么走 都顾不到河 黄警官 我们只怕是遇到鬼打墙了 作为无神论者的黄警官 没有法表看法 我当时就说要回去 你们都不听 哼 耸祸一个 管他什么玩意 神党杀神 佛党杀活 没事的 只要是个空间 就一定有出口 出口就是门 找到钥匙 就能开门 没错 大家别自个正巧 说不定 这也是组织的考验 高阳可不觉得 十二生效组织会大费周章 创造这么一个地方 来考验他们 不过他没说 现在怎么办 既来之 则安之 我们去吊丧 走 王子凯 你 我什么 真行 你们也吃 我不饿 虽然高阳纪人 早已是又渴又饿 但在谷家村 遇到的一系列诡异事情 让他们都不敢乱吃东西 只有王子凯这个奇葩 你们有看到 灵台上的遗照吗 怎么只有四个人 不是一家五口吗 来谷家村前 我特意犯了一下这种血案 一家之主叫谷辉华 五十四岁 农民 他老婆也是农民 几年前乳歇哀死了 大儿子谷春秀 八十七岁 两个弟弟 一个辍学在家务农 一个还在上初中 剩下一个人是谁 谷家媳妇 谷春秀的老婆 刚嫁过来 还没来得及拍照 新婚宴那天 一家人就都被分尸了 新婚宴 这么劲爆 媳妇叫什么名字 他家人呢 怪就怪在这 媳妇的身份信息 根本查不到 一家人的尸体 被分成上百块 法医花了两天 才把尸体拼好 的确是四举难尸 一具女尸 女尸的身体 唯独缺了头部 一直没找着 你吃好了没有 吃好了赶紧走 好了好了 这么好的饭菜 你们都不吃 可惜了 从目前的情况判断 这个谷家村的时间 应该是三十年前 案发十天后 警方迟迟破不了案 村民们决定 给死者一家半丧事 案终上有记录 难道真的时光倒流了 那村民们 是什么时候 集体消失的 下葬第二天 我组长在来村里查案时 村里一个人都没有了 那就是明天了 靠 那不是还得等一天吗 王子凯忽然呕的 一口吐出来 众人一看 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 王子凯脚下的呕吐 并不是来不及 消化的正常食物 而是一堆 还在蠕动的蚯蚓和泥虫 经历了这么一遭 大家不敢再 留在谷家村 但又出不去 只好假装离开 先藏进小树林 每个人都很疲惫 更多还有心理上的煎熬 没人知道 还要被困在 这个诡异的地方多久 怎么了 没 没事 刚才忽然之间 好舒服 你的天赋升级了 是啊 复制天赋达到二级 看来没错了 从一级到二级的升级方式 应该就是单纯的熟练度 我的刀神和金属天赋 都是在使用几次后就升级了 所以我刚才的那种感觉 你已经试过两次 不 三次了 是 难怪你那么渴望升级 哪里 今晚最好别在这过夜 的确 这里休息不好 还回去啊 这不安全 黑漆漆一片 晚上要被什么东西偷袭 非常被毒 你绝对第一个死 怪了 屋内一点打斗过的痕迹都没有 刚刚路过前院的时候 地上还有大量残留的血子 看来那里才是案发现场 当年我的组长并不是觉醒者 所以他查这案子 肯定没考虑以下两个问题 一 华子一家到底是人还是兽 还是说有人有兽 二 杀害华子一家的人 究竟是人还是兽 假设 只是假设呀 制造灭门裁案的东西 是我们还不了解的一种全新的兽 那么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古家村 有没有可能就是他制造出来的领域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找到他 杀了他 是不是就能离开这了 这个推测 算是目前比较合理的解释 也是目前最值得尝试的方法 去哪找 没有什么用啊 要我说啊 干脆把全村给除了 反正都是些新义人 一了百了 我同意 做什么都行 反正不能死在这 也是个法子 如果我们主动出击 说不定能把幕后凶手逼出来 那我们举手表决 同意主动出击的举手 好 那就图 什么时候 今晚好好休息 明天动手 糟了 我们晚了一步 他们要来灭口了 他们来灭门了 清零王子凯 我们三个守住大门 高杨胖俊 你们看情况帮忙 要来了 没事吧 我还好 愣着干什么 还手 王子凯 我知道了 这里才是当年的古家村 我们没有穿越回三十年前的古家村 也没有来到什么里世界 或者梦境世界 什么什么 你说慢点 再说一遍 这里才是当年的古家村 老子果然听不懂 如果这才是古家村 那之前的古家村又是哪 也是古家村 说人话行吗 搁这套娃呢 三十年前 古家村发生灭门惨案 没过多久 全村人都消失了 对不对 安宗里是这么记录的 我认为 消失的不是村民 是整个古家村 继续说 我不知道 这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整个古家村 都转移到了这个领域内 而我们之前 去的古家村 才是盗版的 准确说 是仿制的 你做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第一晚我们去的祠堂 里面有很多牌位 当时王子凯还念出几个名字 你们记不记得 其中有一个叫古华武 他明明没死 怎么会出现在灵堂上 那个灵堂肯定有问题 他们早就死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鬼魂 别吵 高阳你继续说 来到这个古家村时 我一直觉得 很多地方不对劲 比如 我们现在待的华子家 明明惨案 才发生不到半个月 他家中 却像是多年无人居住 兄弟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明白了 他们在重复 没错 结论就是 我们没有穿越到三十年前 而是整个古家村 被困在这个特殊领域里 这里的村民们 由于一股不可抗力 一直在重复着 这段时间的事情 重复着灭门惨案 重复着丧事 重复了整整三十年 那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是什么 不知道 应该就是我们 要解决的东西 如果我们能找到 整个古家村 下一次重复的起始点 说不定能揪出那股力量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应该是重复开始了 我的天赋 对方位很敏感 我能感觉到 他们似乎在朝我们包围 糟了 我早该想到了 现在已经晚了 他 他他们 想 想干什么 华子家几个人 五口人 四男一女 我知道了 这不正好 就是我们五个人吗 重复开始了 他们 来灭门了 逃 我们快逃吧 打不过的 会死的 我们都会死的 来不及了 现在出去 死得更快 塔防游戏玩过吗 守好院子 白一个杀一个 清灵 王子凯 我们三个守住大门 羔羊 胖骏 你们注意观察 随时帮忙 记住攻击头部和心脏 好 进入系统 脾形 你面临危险 幸运点收益增幅至100倍 你目前已累计 拥有72个幸运点 领悟天赋 领悟天赋 要花费60点 是否 赶紧 领悟中 领悟失败 一次都没给立过 剩下的全家敏捷值 你的敏捷值 永久提升12点 系统关闭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感觉浑身变得轻盈了一些 以我现在的幸运和复制天赋 一旦使用完复制的10秒时间 基本就是废物一刻 刚刚加了敏捷值 希望能多躲避一些攻击 至少 可以死得慢点 要来了 没事吧 我还好 愣着干什么 还手 王子凯 我不能死 你们没事吧 王子凯 快来救人 兄弟 不对劲啊 我怎么感觉 我要挂了啊 不 你不会有事的 怎么回事 集中精神啊 警告 警告 环境极度危险 心理点 收益增幅至一千倍 一千倍 头发 好美的头发 都是我的 进入系统 警告 你正处于极度 领悟天赋 跳过确认询问 你目前已积累 七十点新一点 领悟中 领悟成功 天赋 火焰 序列号 二十六 浮温种类 元素 一级火焰 可通过双手 召唤火元素 最高温度 二百八十摄氏度 烧伤范围 直轻一米 精神是否能影响 元素伤害 每十点精神 可提高元素伤害 百分之一的加成 剩下的幸运点 全加精神 加点完成 属性值更新 系统退出 火焰 空间切割 兔子 他要跑了 你个废柴 回头陪我新鲜 知道了 快点 真要跑了 跳远 十二生效 变手大人 终极奥仪 超级武功臣 吴大海 我拜托你下次出手 干脆点 搞一大堆花里胡哨的pose 颤得我头疼 你懂个屁 这叫仪式感 中二是病 得知 这边有人要死了 让我看看 哇 好惨 大火 这里还有一个 那是只吃兽 不用管 不是兽 是我朋友 救他